妇女变脸 巴西黑帮老大乔装女儿越狱遭歹 大家都看过跟逃狱有关的电影 院中角色可能会挖洞逃脱 或是从通风口逃走 但现实中一位很有创意的巴西犯人 企图假扮成自己的女儿来越狱 根据美联社报道 监狱指出越狱男子 Clovino da Silva 假扮成女儿之际神情紧张 试着要逃离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其边的Garrisonal监狱 计划很简单 要把前来探访的19岁女儿留在监狱里 巴西警方目前正在调查 她女儿的涉案程度 来厘清案子 李约监管局的秘书对媒体提供照片 显示da Silva套着女性矽胶面具 头顶着黑溜溜的长发夹法 身穿紧身牛仔裤和粉红色甜甜圈的T恤 他们也提供了影片显示 da Silva摘下面具脱下衣物 并且说出自己全民的过程 当局报导指出 da Silva是有力帮派红色司令部领袖之一 该帮派控制着李约大部分的毒品交易 根据官员指出 在这场变脸行动失败后 da Silva立刻被转移到最高层级的监狱看管 并且将面临纪律处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